你早上吃的麦片,下午补充能量的能量棒,甚至是一些高鲜饼干。 你有没有想过,这些看似方便甚至健康的食物,可能正在你的身体里,悄悄地发动一场攻击? 科学家们给这类食物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做超加工食品。 它们是经过深度工业化改造的产物,配料表长得像一份化学实验报告。 超加工食品的第一重阴谋,是劫持你的食欲。 它们被食品工业精准地设计出来,用来欺骗我们大脑的奖励回路。 大量的糖、精炼脂肪和各种风味添加剂,就像一组作弊马,能瞬间触发大脑,释放出超长的愉悦感,让你完全绕过饱的信号,吃完还想吃,根本停不下来。 在你的食欲被劫持的同时,一场肠道战争也已打响。 我们肠道里数万亿的好细菌,依靠的是天然食物中的膳食纤维。 而超加工食品几乎不含这些。 它们等于饿死了你的内部盟友,却用各种乳化剂、甜味剂,喂饱了那些会引发全身性炎症的叛军,一步步摧毁你的肠道健康。 这场从肠道开始的炎症风暴,会顺着你的血液,发起第二轮,更隐蔽的攻击。 这一次,目标不再是你的食欲,而是你大脑的健康和功能。 最新的研究发现,这些炎症信号会直接穿过血脑屏障,显著增加你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,并一点点偷走你的记忆力。 最终,肥胖、二型糖尿病、心脏病,这些身体上的恶果,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那么,我们该怎么办?不是要你彻底告别所有美食,而是学会聪明的选择。 花五秒钟看一下配料表,如果上面的化学名词比你认识的食材还多,就请把它放回去。 多选择那些看得出原材料的真实物。 记住,每一次你选择天然食物,都是在为你未来的健康投票。 觉得有用,就分享给每一个你关心的人。 关注我,了解更多让你变健康的科学知识。 感谢观看